這三個函數,第一個函數是用Fy函數,第二個函數是用Mid函數 第三個函數是用IfA,所以其實這三個函數串在一起就可以完成這件事 就是把A欄裡面有瓜糊的資料自動幫我把它取出來 這樣的話你就不需要土法煉鋼,不然的話假設你不會用這個公式 那真的你會花蠻多時間在這個上面 尤其像現在的資料都很龐大 所以所謂的大數據,Big Data 那當然你會花的時間會更久 所以勢必現在工作基本上都不太可能用人工的方式完成 所以可能要把這個部分一定要熟悉 那所以剛剛第一個用Fy是取得什麼,取得前瓜糊跟後瓜糊的位置 所以我的第一個step就是找前瓜糊 那把這個公式再放到Mid裡面去 Mid因為會需要三個參數 一個是它的資料在哪個位置 然後從哪個位置 那就是從這個位置找到的前瓜糊加1 開始 然後幾個字的話就是什麼 這個幾個字部分的話 那我就是直接什麼 直接就是透過後瓜糊的位置 所以這邊是後瓜糊的位置 那當然這個公式很懂長啦 不過很多都是貼出來的 先做第一個貼上貼貼貼 貼之後改這個地方貼前瓜糊 然後把它改成後瓜糊 後瓜糊的位置剪掉前瓜糊再剪1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就剛好可以取得我要的資料了 OK 那最後呢再利用那個ifl 就把它做一個檢查 如果裡面假設說 它是錯誤訊息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兩個雙以後 這樣這個公式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是希望說可以把它變成程式啦 那所謂的程式就自動化 以後的話 這個公式很冗長 你做一次就好了 之後的話呢 就是按一個按鈕自動幫我把這個結果自動產生 那另外可能需要另外一個按鈕 就是按下它自動幫我把它清掉 所以呢請各位呢 待會再做第二個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工作表按右鍵重新命名 或點兩下也可以 點兩下也是可以把它重新命名 那這個名稱把它改成叫函數好了 然後呢再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這個取名稱叫做聚齊好了 因為我希望把它變兩個按鈕 所以如果要把它產生程式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我需要用錄製聚齊的方式完成 所以第一個把這個名稱改成函數 然後呢再複製一個 那複製的方法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直接按住它不要放 再把它拖拉到前面 按Ctrl鍵之後放開 Ctrl鍵按住有沒有 放開 這邊就多一個了 那請你把這個改成叫聚齊 不是這個聚齊 是這個聚齊 OK 那這個聚齊的話是希望做到什麼 待會我希望呢 產生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按下它之後 它可以自動幫我完成這個公式 自動完成 另外一個按鈕就是清除 所以要怎麼把這兩個按鈕產生 這個前面有沒有做過 類似的吧 就是按鈕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再來看有關 如何產生按鈕 並且讓它自動完成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的話 第一個 可能你們要記得 有一個功能 可能要把它叫出來 就是所謂的開發人員 目前你可以看到上面 好像沒有叫開發人員的那個 頁面標籤 那如果要產生開發人員的話 一 請你先點選上面的這個箭頭 有沒有 上面這裡 二的話呢 請你找到其他命令 倒數第二個 然後三的話呢 按制定功能區 並且找到一個叫開發人員的一個選項 有沒有 把它打勾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這個地方 開發人員這個記得要打勾 然後自訂功能區 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所以這邊有個其他命令 點進來之後 然後自訂功能區 把這個打勾 所以一是這裡喔 一 二 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開發人員 打勾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按確定之後喔 你會發現這邊就會多出一個開發人員的一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裡面的話呢 其中就會有個叫錄製聚集的功能 所以以後喔 假設說你要產生一些程式喔 Essale裡面的程式喔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啦 其實也沒關係 你只要把它錄下來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把程式寫出來了 OK 所以喔 如果在Essale裡面喔 如果你要寫出程式啦 其實不用寫啦 用錄的也可以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另外啦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還有第二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chargeVT 跟他講說 我希望做什麼事情 請你幫我把對應的VBA層次寫出來 他真的會幫你寫出來喔 不過那個另外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先把那個錄製聚集的部分喔 稍微做一下喔 說明啦 那當然怎麼做 第一個 一定要先把開放人員叫出來 這是第一個啦 第二的話呢 這邊有個錄製聚集 待會我們會用 不過錄製的話啦 其實喔 顧名思義啦 就是你做的動作 它會幫你記錄下來 並且幫你轉換成所謂的VBA的程式 那所以呢 你就要先把那個動作彩排過一遍 然後再錄製喔 所以彩排的話 基本上大概幾個動作啊 你們大概記一下 一 游標先放在B2 二 游標再放在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打個勾 這個是第二個動作 三的話呢 直接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 就快點兩下 這個 右下角的空點快點兩下 再來 完成 OK 所以喔 我再把那個3個1 游標放這邊 所以這個step1 就是把游標放在這裡 這是step1 step2的話呢 就是 再把游標放在這邊 這是step2 OK 就是把游標點到這邊 記得喔 打勾這個要做 所以這個是2 3的話呢 就是 右下角的空點 把它點兩下 向下填滿 OK 那如果你做完之後的話 那假設你彩排完之後 你說老師那我大概知道該怎麼做了 那我們來錄製看看好了 記得喔 錄製的時候這個公式不能刪掉 因為刪掉的話就沒有公式 也就是 錄製會失敗 OK 那我做一次給大家 1 錄製聚集好了 所以游標記得不要先放這邊 這要放外面這邊 點進去它會記錄下來 OK 然後我們開始來囉 這邊的話叫做 叫做 刮虎自串 那叫刮虎自串聚齊好了 OK 按確定就開始了 三個動作 1 游標放B2 step1 2 游標放上面打勾 3 這邊快點兩下 OK了 三個動作就好了 不要多也不要少 停止錄製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聚集 叫做刮虎自串聚集 你可以執行 執行看看 有沒有發現有了 有晃動 那你說老師那好像沒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應該先把資料清掉 我們再做 清掉之後再執行 有沒有發現 自動幫你完成了 有沒有 這個再清掉 再執行一次 執行的話從這邊執行 有了有沒有 他會自動幫你把剛剛做的事情 再重複再做過一遍 那你說老師那是不是再多一個按鈕叫清除好了 對 我們拿一個清除聚集好了 清除聚集怎麼清除 一樣彩排 1 游標放在B2 2的話把它選起來 那選的話我建議 你不要這樣滑鼠選 因為滑鼠選選到這邊 它就固定到第10列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用一個快速鍵 這個一定要記下來 在Ctrl Shift向下 先按住Ctrl 加上Shift 再按向下鍵 Ctrl Shift向下 好 它就會幫你把它選到底了 然後最後一個步驟就deliced掉就對了 OK 那就清楚了 所以一樣三個步驟 1 游標放這邊 2 Ctrl Shift向下 3 3 Deliced 一樣Ctrl Z 把它復原一下 好 那我們開始錄了 所以錄製聚集 第二個聚集叫什麼 叫清除聚集好了 OK 然後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1 有不要放這邊 2 Ctrl Shift向下 3 按Deliced 好 完成了 一樣三個步驟 停止 好 你說有什麼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瓜糊自串聚集執行 有沒有 出來了 再清除聚集執行 清楚了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從這邊就可以直接執行了 那也就是說呢 將來 如果假設你已經寫好你的公式 你做一遍就好了 之後就不要再做了 每天都一直做同樣的事情 你不累嗎 你不煩嗎 當然 當然可以做很多事 不是只能做一個 如果你很多很多個 你就全部把它錄下來 然後讓它自動跑 就完成了 OK 那你就多很多時間出來了 你上班就不用一直做 每次做都做一樣的事情 很累的 所以有的時候自動化呢 你會的話 真的可以省掉很多的時間 好 那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把原來的這個 這個名稱 點兩下 改成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複製的話 就拖拉 按住左鍵 向右拖拉 再加上Ctrl鍵 放開 把它名稱改成叫聚集 OK 剛剛已經改了 再來的話就是 把開發人員的這個標籤 打勾 然後用錄製聚集 記得喔 用彩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一下 那一樣啦 我每次上課都要把那個 就是那個過程 要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啦 如果你假設真的一下子 有些地方漏掉 可能你記性沒那麼好的話 沒關係 回去請你自己再看一下影片 保證一定做得出來 剩下就是你要花時間而已 OK 那我們就可以做出剛剛的那兩個劇集 一個叫 這個清除劇集 一個叫做 瓜糊自串劇集 那這樣就OK了 試試看喔